Hello 大家好 我是贝鱼丸的龙哥 今天拿上了一个手电筒 今天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家里的是什么鱼 前几天一个朋友送了我四条鱼 我们过去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鱼 我们看上去就像一条炒鱼一样 走了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跳了一条小鱼出来 已经变成鱼竿了 可能太久没缓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上面游来游去的是我上次从法帝王那里捡过捡回来的 两块钱一包 现在有一些都跳出来了 这个是我们的炒鱼 这个叫做印度王四兰 是二四六条 他的学名我刚才也上度量那里查了一下 叫做库德里绝鱼 库德里绝鱼 对对对我们到这方面看一下 好漂亮啊其实 这个就是像我们家里吃的那个炒鱼苗一样 但是他说这个要250块一条 真的是250了 不知道值不值这个钱 他说这个鱼养起来 可以有一个手臂那么长 应该有五六十吧 养到以后 希望我们把它养到 再仔细看一下 来看一下上面的上面的就是两块钱一包的皮球鱼 现在把它们困在一起 因为听说这个库德里绝鱼 印度王四兰 长到以后会变成蓝色的 他们是一种杂食性的 炒啊肉啊 虾米啊那些全部都吃 现在把它们困在一起 看上去是少了好多那个皮球鱼 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它吃掉 等一下我们喂一下它 好了 现在看上去 好漂亮啊 打个盘去吃吃 我们喂点鱼鱼给它就好了 不知道他吃不吃啊 他们在吃呢 杂食性什么都吃 好漂亮 下面的沙是我从山西里面剪给来的 然后就困在粒子了 看上去也是蛮漂亮的 好了 其实这个鱼不是朋友送给我的 是朋友啊 既存在我家里让我玩一下的 希望我能把它养到 因为朋友他家里也没有位置了 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给了我吧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我是飞鱼丸的农家 希望我能把它养得肥肥大大的 到时候就下锅煎了它 好了 再见 记得关注我啊 我可以说的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喜欢吃的 我做的